本文为文君然文化工作室原创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与应用。 本文理论依据,张仲敬一方惊要,中医基础理论,中医名言辞典,政治会补,杂病原刘锡竹,论其皇之道,谋苍生之福,欢迎走进京城明义会。 列位看官,我们今天的话题,从一个谈字说起,在平时,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类人,谈特别多,经常咳嗽,咳谈,谈也或年稠或稀薄,尤其是到了秋冬二季,随着气温降低,这一现象更会明显,与此同时,浑身怕冷,身上脸上可能有轻度的浮肿,这个时候,我可能会第一时间先到肺,咳嗽,谈多,气管不好。 这当然要得之于肺了,事实真是这样的吗?未必,在这里,本定月号想要告诉你一个基本概念,这就是,用中医的角度看,咳嗽谈多,有一多半的责任,在于我们的皮,看官如果能分开政治会补,就能发现这一段话,叫做皮为生谈之远,肺为助谈之气,这句话,在中医学里面,可谓尽人皆知,它的意思是是,我们的皮, 主运化水湿,如果脾气渐运,则水湿的话,水也在体内周流不息,代谢正常,如果皮虚,不能运化水湿,则形成谈饮之邪,谈饮如果上腻于肺,就会形成咳嗽,谈多的现象,所以,治疗咳嗽谈多,就要下大力气健脾,化散这生谈之远, 其实,这个谈,一旦生成出来,可以造成多种,多样的伤害,谈可以留住于筋肉,组织气息,血运不畅,我们就会肢体麻木,谈如果停留在胃部,阻碍了胃气的合降,我们就会有心呕吐,如果谈着阻壁在心脉,我们就会胸闷心痛,如果谈阻结在咽喉,我们就会觉得嗓子里始终有东西,咳不出来,也咽不下去, 另外,像肥胖,四肢乏力,变堂,头晕目眩等等,都可能和谈有关系,那么,脾虚所生成的谈,为什么特别容易上饭于肺呢?这很简单,脾属土,肺属金,土能生金,前者为母脏,后者为子脏,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,脾虚生谈师上饭于脾,实际上就是母病机子体现,那么,面对这样的光景,我们有什么办法? 应对呢?在这里,我们给您说一张传统谷方,它出自于商寒论,它是化解脾虚生谈的常用方系,不过需要申明的是,我们介绍它,是为了让您原汁原味的感受中医,绝不是鼓励您自己买药配药来吃,这一点请您万万记得,浮宁十二克,桂枝九克,白竹六克,枝干草六克,水煎浮,每日一浮,早晚分三次,温浮即可, 这个办法,对于中阳虚损,皮湿剑韵,气不化水,巨湿成谈饮者,十分有效,这里面的茯苓,卫菌药,是专门用于剑皮沥水的,白竹苦温造湿,剑皮助韵,作为尘药,帮助茯苓进一步化解水湿,谈湿为阴邪,必须由充足的阳气来化散, 所以,用桂枝来温洋化气,帮助水湿的排解,最后用干草来一气合中,调和猪药,以此方位基础,巧妙化财,对于咳嗽痰多,半发肢体不温,天冷症状加重,可吐白痰,食欲不振,变糖,舌苔白腻的人,是十分合适的,如此方计,看官必须在中医师辩证指导下应用, 却不可不经辨证,而贸然应用,总之,皮生痰,肺除痰,面对秋冬二级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,以及咳嗽痰多的症状,我们心中应该多一点感受和体认,这对于我们正确的求医问药,保健养生,是十分重要的,全文完,您意下如何,请在评论区畅所预言,本订阅号微信平台,JNYM2016开放,欢迎您参与讨论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